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昨天晚上我讲了 东欧巨变 苏联解体 他们这些人的 这些国家的转型吧 大多失败了 韩国台湾成功了 我看下面有个人留言说什么 哎呀 东欧好多国家 台湾也没有比那些国家好啊 包括有人说 推特上面 还有个人跟我讲 说韩国还比不上东欧 台湾 台湾有人留学 到美国留学打工 然后留下来 有人去日本打工 有人去韩国 台湾有几个人 去俄罗斯打工 去乌克兰打工 包括捷克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塞尔维亚 克罗利亚 黑山 马其顿 格鲁吉亚 立陶宛 纳托维亚 爱沙尼亚 台湾有几个人去 有多少东欧的人到台湾打工 你跟我说台湾 台湾是 台湾比东欧不知道好多少倍了 不知道发达多少倍了 许多人还认为台湾 发达国家的标准 许多人说 哎呀 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 错 发达国家的标准 以台湾为准 低于台湾的 人均GDP 低于台湾的 全部是发达国家 台湾就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门槛 全部 只要它低于 低于台湾人均GDP 人均GDP 台湾3万1千美元嘛 今年应该3万2 只要低于这个了 全是发达国家 你说它的福利 福利跟台湾 台湾的福利 我跟你说 不要动不动就说免费医疗 哎呀 我医疗很便宜 要看你的医疗价格 跟你的质量 你的质量不行 你再便宜有什么用 台湾 他做到了全民 都能看得起病 同时呢 台湾医疗的质量 台湾多医疗质量 多是排名 就医疗水 医疗医保啊 世界第一 台湾 所以举论会说 台湾这 台湾如果放在欧洲 他的整个国民的水平 应该是比法国稍微差一点 比法国稍微差一点 但他整个 台湾人一个月挣1000美元 他的收入应该在10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吧 台湾应该这个水平的话 大概是比法国稍微差一点 欧洲大部分国家 我讲劳工阶级啊 一个月也就挣1000多美元了 劳工阶级 欧洲大部分国 包括欧盟啊 东欧国家1000美元都没有 那他太高了 1000美元对于东欧国家而言 已经是相当的 太高了 所以说台湾 台湾的水平那高了 我那跟东欧比 那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捷克在东欧国家里面 前苏联那些国家分出来 包括东欧巨变啊 混得最好了 捷克 捷克 捷克是干嘛呢 有一款手枪 那个名字好像叫CZ 就是捷克生产了 捷克是一个 在奥战之前 它的工业就算是比较发辣 可是呢 捷克这国家跟台湾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 我只能这么讲 台湾台积电 比如说芯片 台湾有联发科 联发科是台湾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 今年成为最大了吧 芯片设计公司 一个进的一个软的 台积电是最大的 算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芯片制造公司 而芯片设计呢 联发科 它占 它是全世界40%的手机 用它设计的芯片 还有台湾 还有日月光 大力光 许多人都听到没听到过 我在中国打工的时候 我就听说过大力光 因为当时 有一个台湾的台商啊 一个厂商 他那个公司名字呢 叫叶利钦 我在中国一个半导理公司 最大的半导理公司上班 曾经上过班 跟我搭档了 有一个台湾的 他是叶利钦 那个公司派过来了 因是这个因了 我不知道他汉字是什么 就叫叶利钦 他当时 突然之间 我就跟他 他就跟我讲了 还是我的 我的那个老师吧 不是老师 是我那一个组长 队长 跟我讲过 大力光 许多人对这个 对这个企业不知道吧 我当时在中国 2015年 2016年 我就知道了 这公司相当的有弊 相当厉害 就我们这个手机上面呢 这个镜头 好多是他搞了 但索尼搞的是 CMOS 大力光 我们搞的是那个手机的这方面 处于世界什么水平呢 世界顶尖水平 一流水平 已经不是说亚洲的水平了 就包括台积电 日月光 他们已经包括这个 还有联发哥 联电 根本不是说亚洲水平 世界水平 所以台湾 一听说东欧跟台湾比 都没法比 你从科技实力 另外呢 GDP的构成 包括他跟你什么呢 跟你靠什么赚钱有关 台湾大量靠了就高科技 或者说中端的科技 工商业 去赚钱 台湾 台湾不是靠农业的 农业占到台湾GDP 只有百分之一 也不是靠旅游业的 他不像欧洲许多国家 欧洲什么马尔 他还是什么国家 这国家就靠旅游业了 那这国家有啥用了 他就算是GDP高 那也没用 因为他的经济的 科技 科技含量不高吗 他是 他这个经济的含金量不高 就跟中国的呢 中国你的GDP光高 没有用 你含金量不高 你有台积电吗 你有大力光吗 你有年发科吗 你不催别的 你有这几家公司吗 我问你 东欧哪一个国家 有一个企业可以跟台积电 大力光连发哥比 台湾在怎么造船 也很厉害 这方面 这方面也很厉害 所以说 小小的台湾 两千多万人 不光光把自由民主搞好了 有人说台湾的自由民主 民主程度怎么样 有一个叫自由之家 一个国际评价机构 台湾大概是整个亚洲 最自由 最民主的国家了 有人一听 听起来有点 催台湾了 我看到那个 我也惊讶 民主指数比美国还要高 美国美国好像才是中等偏上水平 台湾是高度的 台湾大概再努力一把 已经到北欧那水平了 我天 那差距 那你说东欧跟台湾就 真的就没法比了 不好意思 中国你也没法跟台湾比 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 差距太大 东欧的混的好了 算是捷克 斯洛伐克还可以 斯洛伐克还可以 剩下的波罗利海三国 立陶宛 拉脱维亚 塞尔维亚 不是塞尔维亚 埃萨尼亚 但是波罗利海三国 它的整体社会的发展水平 并不算高的 它跟捷克比的话 并不算高 因为他们的许多 GDP 或者它经济的构成 是有问题的 东欧的国家 大量人才拼命的逃往了西欧 欧盟呢 它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组织 英国退出欧盟 为什么呢 穷哥们太多了 老跟我要钱 好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 欧盟是 德国法国说了算了 你你把欧盟想象成一个放大版的德国 波罗兰不是说吗 波罗兰有一个外交部长讲 叫欧盟就是德意志的敌四帝国了 就放大版的德意志了 因为这些穷国家务的欧盟 他们在得到欧盟好处的同时 德国的公司在他们国家赚取了大量的垄断 因为他们的企业跟德国公司根本就没法竞争 但是呢 这个也给他们带点好处的就是欧元的使用 因为欧元使用这个对于 一些贫穷国家而言啊 就是老百姓来讲 还是有点好处的 要不然像波罗利海 不是波罗利海 加勒比海有一些国家直接就用美元 相对而言啊 是有一点好处的 因为那毕竟是欧元 你的货币 你属于什么鸟不拉死的货币啊 你想不想想 就比如说如果上海独立的 上海人用美元 那什么概念 你不用人民币呢 因为这个 他这个货币背后有一个强大的一个经济体 几个资助给你顶着呢 你这个小弟可以 在这边就享受一些好处 这就是 但是东欧他即使是这样 他跟台湾的水平 那差了不知道差了多少多远了 十万八千里 那是十万八千里 你不要说东欧了 就东德跟西德 东德今天的水平 我看你也赶不上台湾 真的 去移民德国的 有几个住在东德 有几个想住在东德 移民德国汉堡 我听说过了 汉挪威 柏林 柏林 柏林好像华人也少 其中的慕尼黑 有几个去东德什么城市 没听说过 差距太大了 不要说 哎 台湾 按照经济发展台湾大概不超过十年 人均GDP会超过四万五千美元 台湾的GNP 早就超过五万美元了 比日本还要高 所以你看这些数据 你看完了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 东欧国家能跟台湾比 差了 跟东欧的国家 跟台湾和韩国就没法比 一个天一个地 我就这么跟你讲 简单来说 差了不知道多远了 韩国 我观众在韩国打工 打黑工 他跟我讲 韩国什么人打黑工啊 东欧的 中国的 东南亚的 啊 泰国的 什么 你说这什么差距 韩国人有在东欧打黑工的吗 你说哪里好 真的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